武术的套路和武术的散打两大流派 那么今天晚上将要为大家献上的是武术散打比赛 对泰国职业泰拳比赛的精彩的赛况 首先大家以热烈掌声请出泰坊出场的选手 勒希拉春八度有请 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进行的是52公斤级的比赛 泰国出场的队员的选手是勒希拉春八度 现在出场的这一位就是勒希拉春八度 今年22岁 他一共出场56次有45赢11输的记录 其中有15次是技术性祭祷对手 在99年的时候曾经获得金腰带 应该说这个选手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 现在他们在场上随着这种非常奇特的音乐 他们要做一种赛前的热身 也叫战舞 大家要看到的是泰拳选手 在他们赔赏比赛之前 要立即进行准备一个拜师仪式 这种战舞在泰拳中 对我们一种感觉 就又像一种舞蹈 又像一种宗教的仪式 他们这里包含了他们不同全派的一些技术 而且这其中也包括他们的一种 叫精神意念的什么一种注入 所以他们在比赛中呢 可以做到一种精神万我 而且能够高度的放松 在比赛中可以促进自己技术水平的一种充分的发挥 对 那么我听说呢 他们开场的这个仪式里面 好像包含着的意思里面 有这样的内容 就是说他们这个拜 要拜 拜什么呢 拜神 拜什么神呢 拜土地神 然后呢 要拜父母 还要拜教练 在这个仪式里面 好像都要包含进去 因为他们不同的全派呢 也有一些不同的信奉 拜的神也不一样 在他们的技术风格 和他们的这种战舞的形式 往往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当然在泰国 我听说泰国其实这个神挺多的 挺多的 就是说你还不能见神就拜 你还得拜准了 就是要找对妙门 对 这个很多到泰国旅游的这个游客呢 也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嘱咐 就你们去的那儿 可别见神就拜 你这个神不一样 有很多神 你选对了再拜 有的他并不管你那一段 铁路警察 其实他们这个有内涵 又有这个艺术性 又有他泰拳的特点 它里头呢 也有一些热身效果 而且还有他的一些技术风格的这种演示 那么因为这是第一场比赛啊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泰拳 所以呢 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面呢 做了这样一个规定 就是第一个出场的这个队员 他的这个仪式允许他有三分钟 那么其他队员再出来的话 那就大家都已经了解了他这个基本的这个内容了 那么就是只给90秒的时间 就不给三分钟了 大家有机会呢 能够观想一下 这位泰拳选手的 这种一种文化的一个表现 这些行业我们讲武术中的修饰 嗯修饰 现在在里面的奖拳选手 中方52多级出场选手徐丁 徐丁今年还不到21岁 他在酒运会的比赛里面是获得了第四 在酒运会预赛的时候 他曾经获得第三名 这也是表现相当稳定的一名选手 那这个年轻选手啊 在酒运会比赛的预赛和决赛阶段呢 也都给很多的观众朋友 和熟悉散打的朋友们呢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另外呢 徐丁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这个拳腿啊 这个杀伤力比较比较比较强 另外呢 这个侧踹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说一个杀手锏 杀手锏 三张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是赵斌 另外在场边 一号裁判是中方的汪建明 二号裁判是泰方的纳龙吞纳詹 三号裁判是泰方的阿空 莫纳西 厂裁判的要求双方运动员行礼 一声好 这个比赛就开始了 好 第一回合比赛已经开始了 我看到红方选手 刚才徐丁的是一个侧踹 但是距离没有把握好 火力侦察吧 每个回合是两分钟 一共要打五个回合 他开局以后我看到黑方选手 泰国选手他打得比较放松 他这种心态把握的比较好 开局我们看到徐丁红方选手 他打得有稍微有点拘谨 因为是第一回合又是遭遇战 两个选手之间确实不了解 打得比较谨慎 另外我感觉到徐丁似乎是 想跟对方打近身 想近身 你看在泰国选手在进攻的时候 你看他往上靠 往上靠 踩成爆摔 刚才这个爆摔呢 这个把握的点呢 掐得不太准 否则的话就可以高高举起了 就是比赛刚刚开始还有点僵啊 我看他动作有点僵 好 这个是干脆 干脆 这可能就把这个泰国选手的 这个劲儿给激起来了 刚才徐丁似这个选手才比较年轻 但是我看他打的呢 是胸有成熟 比较稳 现在泰国选手已经是紧 这回合的时间不多了 应该注意场上裁判的口令 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应当说比赛刚刚开始啊 这个双方啊都还没有进入状态啊 没有进入状态 那么从咱们中国选手 徐丁的这个状态来看呢 一开始呢 稍稍有点僵 稍稍有点僵 但是呢 从心态上来说呢 又还是比较稳 看起来好像很矛盾 但也正是呢 有些队员呢 他属于头脑比较清楚 而且呢 他打得比较有计谋 有些战术意识 所以一开始呢 并不是急于跟对方去拼打 而是地摸对方的底细 好 休息时间到 好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 看来徐丁这个侧帅腿啊 确实距离把握的不够到位了 对 这下很危险 对方呢 想一些打一个迎踢 嗯 而且一边头 他这个徐丁正是下蹲的时候 对 下蹲的时候 很容易踢到头啊 这些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发现呢 嗯 作为泰坊选手 勒西拉 他呢 并没有像一般的泰拳手 常用的这种 你看重的这种尖腿 嗯 都不说的坎踢 他是用后腿的 来进行这个直线的直凳推幅 现在这个泰国选手呢 也是有点不让这个谁啊 不让徐丁进身了 因为一进身就有可能抱住 一抱住的话他可能被摔 所以看来他肩甲放的比较低 嗯 但他的直线腿法的这个蹲腿 而且他是下劈腿 嗯 都能够平平使用 看来他对距离的把握 比徐丁呢 还是有一点的优势 对对 刚才呢我们看到徐丁打了一个小高潮 全腿组合 好 方反推法 那个小边腿 徐丁这几个组合打得比较聪明 第二回合比赛时间到了 对 如果要是跟对方这个对腿的话 从速度上来说 我觉得泰国选手这个速度更快 从第二回合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泰国选手帕春度 和德西拉帕春度呢 已经对这个徐丁的这个爆摔啊 有防备了 好了第三回合 这个 这个高天腿呢 他想是一键封喉啊 要打去丁着头部 看来这手啊 打得是有点突如其来 这个第三回合上来以后 泰国选手这个攻势明显的加强了 按照泰拳比赛的一般的规律啊 他们是前两个回合呢 一般是打试探 嗯 那我们第三个回合呢 一般是用火力把对方压住 嗯 所以在这个回合呢 徐丁要格外的精益 对 而且要摔出他威风 漂亮 抱住了 这个抱住了 这个抱住了 高举就摔 对 刚才我们看到呢 泰国选手勒西拉还是想要做西部的硬弓 但是我们看到徐丁要贴得很近 嗯 现在泰国选手这个腿啊还是相当厉害 经过这几回合教练之后啊 我们看到两个选手彼此之间都是有这些了解 而且也有相应的计算术的调整 对 我觉得这个徐丁呢在今天比赛里面好像这个现在到目前为止啊贯彻教练的意图贯彻的还是相当好 比较稳 比较稳 对 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在距离把握上 在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以后应当说比前两个回合呢有了一些进步 这个让对方这个优势发挥不出来 刚才是一个小高手 就是双方呢用全球阻断 加上我们看到是泰国选手的飞青刚才平平使用 第三回合结束 但是我有一个感觉啊刘长 这个好像徐丁的这个拳没怎么用上 是不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方出腿以后抱腿来爆摔 因为在拳法上啊 对泰国拳手呢 他们的这个拳法训练应该说也是有两个大的 腿呢毕竟比手还是要长 就是 你如果要是比较理想的话 就是说我上面拳 我既然我抱你腿摔 这是我一个长处的话 那我上面就是吸引你引诱你 靠近以后我马上就抱腿就把你摔倒 就是我们讲的是要虚实相胜 但是呢就是说泰方拳手毕竟还是经验挺丰富的 我不让你靠近 你上面这根本你就是你这虚虚不来 你对我没有作用 好了我们看看第四回合 现在在第四回合比赛开始以后啊 这个 泰国拳手 特希拉呢是想在气势上 要压住徐定 刚才那是好像有一季进攻啊 刚才是徐定好像还是造成了一些损伤 我们看到这个泰国拳手啊 这个的确是他这个腿啊 这脚啊也非常厉害 这徐定的身上你看 基本上位置固定的这个腰啊肋骨附近呢 已经被他踢得很红了 这是后面弃拳了 弃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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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说刚才这一脚啊是非常的非常的厉害 泰国拳手特希拉春帕图就以继续击倒中国的拳手徐定而获得第3比赛的胜利 那么52公斤级的比赛是泰国的勒希拉春帕图 在第4回合比赛开始以后很快就优势获胜 战胜了这个中国选手徐定 60公斤还有女子比赛 另外还有65和70还有75一共7个体位的比赛 最后以总的比赛胜利作为胜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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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ано 来 凶 从从前一种赛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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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的52公斤级金蕭带 现在是为泰国选手勒西拉坑帕度颁奖 过奖的勒西拉呢 他在泰国有一个绰号 这叫重腿小子 重腿小子 他以他的右腿分量非常的重 拉伤力非常强 我们看到徐丁身上已经是有红的地方 而且好像有拉开的 就是被抓伤的那种感觉的那种稻子 现在小江先生为中国选手徐丁颁奖 第二场比赛是56公斤级 泰国出场的选手是新拉坑泰 卓继英 这个选手27岁 他出场79次 62胜 15负 两次平 他在97年和99年分别获得过筋腰带 在登上全台之前 他已经在膜拜了 我把他带来 另外一个人 新拉坑泰国出场的 新拉坑泰国出场的 今年拥有机会 今天拥有机会 第一拥有机会 刚刚在广东结束的 酒令会 散打56公斤级的 金牌货的车 五十六公斤级 中国队出场的是赵波 赵波今年二十五岁 还不到二十五岁 他在去年获得了 散打锦标赛五十六公斤级的冠军 在九云会的散打育育赛里面 他也是获得了第一名 因为在我们刚结束九云会的决赛 我们实行的是这种小团体 就是金牌我们只设六块 所以在比赛中获得本级别的冠军 他也不见得得到这块金牌 但是赵波这个选手 他是在五十六公斤的比赛中 他是战胜了各自对手 他最后还是取得了比赛的第一名 所以赵波这个选手 他的实力在我们现在三打定义中 还是非常具有特点的 那么这场比赛的场上裁判 是泰国的查勒巴亚萨 第一回合开始 开机以后呢 我们看到赵波呢 他基本是采取了攻势 对 就是想先在气势上压住 低边腿发动进攻 然后呢把全腿的组合跟上 特别刚才这个摔法呀 把他的技术特点和技术实力就表现出来了 这个非常快 我发现这个赵波反应非常快 所以爆摔呢 他还是主要要贴 一定要贴 否则的话呢 对方的这个手部反击啊 应该是要是个地方 而且我觉得在对方进攻 他自己主动迎上去的情况之下 他能做出很多动作 对 因为他打得比较放松 对 反击也不错 在红方是中国选手赵波 在赢上去的时候 这个赵波我发现 这个头部 就是脸部面部这边的这个露出的空档还是比较大 他要注意头部的保护 看到呢 纤尔巴泰的他的这个高边腿还是有威胁的 第一回合结束 你看的是中国胶摔法中的一个大别子 而且呢它是一个插腿摔 刚才呢又是一个侧窄腿摔法 我们看他慢镜头回方 在第一回合比赛中呢 赵波是领先 漂亮 这个摔的 帮我腿以后下边使磅 对 但是呢是同时倒地 我们双方倒地 哦双方倒地 但是这个使用的比较流畅 一气合成 对 应该说呢还是非常成功的 先手拳打得很坚决 先拉巴泰他还是坚持打得重本 打油肌 赵波这下打比较聪明 接着以后发现对方的重心呢 调整了 然后马上就是组合拳的反击 先拉巴泰他打得很聪明 两次被接腿之后啊 我们看到他在自新的这种调整之上 马上做了一些变化 对 另外可以看到我的选手赵波 确实是属于一个灵活型的这样的运动员 几乎比较全面 对 能够根据情况这变化很快 对这个赵波这个抱肩啊 泰国拳手也已经有所防备 这个状态要注意了 我们看到泰拳拳手确实 都可以叫八臂民族啊 他们是用吸法的应该说条件反射 就是在抱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明显的看到泰国拳手这膝盖 他马上就上来了 好像一种下意识动作就上来了 对 而我们这个选手靠近以后呢 不习惯不懂的用这个膝盖 一个技术体系的形成啊 就我们讲的 它是一个自动化条件反射系统的建立 对 这个回头我看到在气势上啊 赵波呢还是 共治了局面 由于说大胆出车推 高车特车比较车突车 你知道吗 不要被动的话 该挤就挤 你知道吧 赌他吗 赌不了都是屁股 不要挤他全都去 现在 接着要进行第三回合的比赛 每一场比赛是五个回合 每一个回合是两分钟 我们再看看这个半天 把他给还 把他给还点 加油 这一点也是作为 泰方提出 我们技术特点的一个 提出的一个要求 好了第三回合已经开始 开始了 膝盖 膝盖两次 这泰军手这个膝盖 跟着就上来了 只要一近身一抱住以后 这个膝盖马上上来 应该贴 坚决的贴 就让他膝盖发挥不出威力了 我看到赵波对他的膝盖有防范 刘事长 这是东方倒地 刘事长 我感觉到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以后 赵波这个体力好像是有点下降 有点下降 这个反应有点迟钝了 因为之前推法的使用 应该说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 而且摔法也是这样 上的不坚决 犹豫了 对 这上去等于是把自己送上去了 所以武术界有种说法呢 叫不胜必有怀疑心 和对自己的动作不够自信 我觉得这个跟这个受体力影响 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五个回合的这个比赛啊 运动员还是在体力分配上 还是要安排好才行 所以赵波呢 还要打得耐心一些 要耐心 要坚持 就是贯彻自己的这个意图 和大家自己的那个有效打法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是56公斤级的比赛 这也是中国工夫和职业 在派前争霸赛的第二场比赛 好 比赛会和比赛时间到 嗯 休息90秒钟的时间 这个 对上分择那样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对啊 包括一场女子的比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是56公斤级的 中国的赵波 对泰国的新拉八台 好 第四回合比赛开始了 这个组合我们看到 包括打的基本上呢 是平活激动 而且它这个变化的也是顺其自然 刚才一个接腿啊 发现没有那么得手 马上就是转身的拳法 他有点侧身 而且这个力量啊 没有办法把这个力量集中 这第四回合啊 泰国选手明显的是想 这个要加强进攻了 对 就是这个选手的特点呢 就是他的西手攻击啊 是极具威力的 对 按照我们比赛规则 就比赛三胜 但是在前三个回合中 取得了优势并不等于这场比赛 全部的得手 对 如果到第四或者第五回合 被对方重创击倒 那么还会 使自己的前面的这个 前功尽弃 前功尽弃 要小心他的手法 手法 我们看到刚才啊 这个他的手法意思已经出来了 而且他这个有这个机上 就往上边打下边 这个声东击西 就是有点迷惑性 有点迷惑性 武核进攻的能力很强 头部头部 注意保护头部 小伯刚才这个头部非常危险 跟下刚才我们映入的一样的 在这个回合啊 太方选手 切了发态 他一定会加强他的这个 这个动作的能力 好 利用这方的急躁的情绪 及时的实行开阀 而且这个就很坚决了嘛 这时候下手啊 要毫不犹豫 对 那么起码在第四回合 最后临近结束的时候 这个赵波有一个亮点 这个亮点呢 就是应该说 对他这个场上局面的控制 骑到了非常良好的 定性反的作用 对对对 这个教练呢 也在旁边不断地提醒他 有的时候让他迎上去 有的时候让他摔 有的时候让他闪 有的时候叫拉开 可以看到这个赵波 然后脸上这个眼角边呢 手力力不亮下来啊 有一道心意 看来啊 老婆的体力啊 这其实是有了 比较明显的透支 对 凌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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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关键的第五回合比赛 已经开始了 不出所料 我们看到就是黑风选手 泰国队的歇拉巴泰 他是加强了这种重退进攻 对 而且逼上来打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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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住 贴住 热爱了 加油 加油 好 加油 高峰呢还是应该坚决的 打游动中 打阵地战 然后呢 适当地打反击 这一段的拳法组合 打得非常的恰到好处 高峰现在打得很聪明 是打战术 注意头部保护 一个歇垂 但是我们看到 没有够转过好的这种位置 让对方的重心闪开了 对方啊 他对他这个鸡腿摔啊 比赛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学 27岁了 他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就是调整得很快 现在从折分上呢 赵佛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对方的一个重创啊 时刻都像一把利剑 在他的这个头上在那里回旋 其实我觉得这两场比赛了啊 这场比赛第五回合也到最后了 就我觉得双方这个特点还是挺明显的 你看泰国选手很少使用抱腿拽 就是靠近了以后他也不想不到抱腿 而中国选手呢 经常就是使用这种抱腿的办法 就是你对方腿伸过来以后我接腿 我们基础体系决定了 就是踢打摔 我们现在讲中国武术的散打的事 愿踢近打靠时摔 看来呢 这场比赛赵佛获得胜利呢 已经成了定局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惊心动魄 我们看到赵波的脸上啊 在他的左眼处啊 打开了一个统治体 打开了一个比赛的一致 后着呢 赵波呢 在今天 在比赛里面 泰国选手出场的是 宋空吉努昆 宋空吉努昆 今年25岁 出场68次 45赢 15负 8平 99年获得了 这个级别的金腰带 在他出场的68场全赛当中 赢了45场 输了15场 赢了8场 刘泽东 24岁 去年全国散打锦标赛 60公斤级的冠军 在九运会的散打比赛里面 他是金牌获得者 为了这次这个 跟中国公布泰拳 跟泰拳的对抗赛啊 咱把咱们的精英都请出来了 应该说呢 宋空都是把自己的参加的本领和我们参加的这个精英强将都派遣上阵 都派遣上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比赛从前两场的这个比赛可以看到确实水平相当高啊 我们来看看第三场是60公斤级的比赛 泰国选手 泰国选手 一幅很明显 就是我靠近你以后用膝盖 用膝盖冲撞 我们看到刘泽东刚才打的也是教练一途 和事先的这种演练 还是得到了比较坚决的贯涉 对 而且呢 上面用拳 对方的高腿 马上把它架住 然后顺势往前一推 使对方失去重心 刚才呢 他接退之后呢 是像我们中国交中的一种爬梯 看了一开局啊 泰国选手动了 他呢 现在好像还有点找不到感觉 嗯 这实际上也就是对刘泽东的还不摸底啊 双方摔倒 确实在这一对凝无打之中啊 双方倒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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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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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 我们看到泰鸿轿的宋敏 他的平衡能力还是相当不错 对 出一辈 出一辈 反击倒而行之啊 我们看到轻直到 环至轻直身 他分空的 刚才也是一个结构腿 但是没有能够把刘泽东摔倒 双方倒地 双方倒地这个不算 好了 第一回合结束 平常说 这个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 双方都需要有一个 互相摸底 互相适应的这样的过程 那么但是呢 就是从场上的表现来看呢 平常说 我国选手 刘泽东呢 是比较坚决的 按自己的这个特点啊 平常说 发挥的还是 比较正常 但是呢 作为泰国选手 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面 好像是 有点 这摸不着门 摸不着门 但是呢 第一回合 恐怕刘泽东 暴露自己 暴露的也 够多的了 好了 第二回合 好了 第二回合 洪方是中国的刘泽东 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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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看刘泽东 现在就要打中腿 对 另外呢 就是跟对方的这个距离 还是应当再调一下 我觉得这个距离 刚好是这个泰国选手 送中 起脚的这个距离 而且他用脚的正针 还有边腿的这个砍踢 对 这样就闪开了 这样闪开了 拉开一点距离 拉开 还要注意拉开 漂亮 再一位 再一位 看声音 黄泉 漂亮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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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果断 第二技术运用得到 如果这回合啊 能够在技术上 把对方的这种势头压住 那么这下面的回合 两个就相对的 就比较势头了 对 现在就总统应该聪明一点 拉了距离打运动战 不要跟对方纠缠 来 贴近他 贴近他 让他这个膝盖不能 不能起来 聪明他把膝盖拿起来 顶住的一方 正中腿 则通过这个直线推牌 用了比较先鞋 同时倒地 都不得分 那经过第一个回合 那经过第一个回合以后呢 我觉得教练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呢 给这个刘泽东的这个战术调整和安排啊 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非常对路 在第二个回合的比赛里面 听到说 前半段这个刘泽东呢 还是有一些主动 在临结尾的时候呢 似乎这个有点 有点忍不住了 有些在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 技术有点变形 有些在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 不过五 第二回合 是红方 重新 好了第三回合 三块三块 二五 涮腿乖 但是他同时被拉倒 被勾住脖子拉倒了 有抚家之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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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泰拳选手啊 从这个战术安排上 有点类似 看来刚才呢 中空开始使用手法 有点类似 都是从第三回合开始加强进攻 这也正是作为泰拳选手啊 他们比较常用的一个 战术调整的一个方法 这个送空右手的这个护肘啊 就是挪了地方了 这个呢就把那个肘部露出来了 手间露出来了 所以裁判呢 让这个 中空开这个吸爬非常危险 一个成空的一个飞踢 对 我就发现这个送空啊 他这个踢腿很高 而且经常使用 可能是他在进攻上一个主要的进攻手段 嗯 他还是想踢罗曾诺的头部 这个就变成摔跤比赛 这个的时间就超过两秒 对 对 在我们五十三两分的摔呢 要求是快摔 就我们讲的是快板销 嗯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来来来来来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泰方的选手打得比较急躁 嗯 他希望呢用重创 能够把刘泽东在气势上压住 7秒 6秒 5秒 4秒 3秒 2秒 1秒 好 第三个回合结束 临近结束啊 又是一个高手 对 不过刚好在这个脚上 他这个牢牢的抓住绳子 没被摔倒 第二回合 最后一秒 被摔倒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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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这后腿 看好这后边腿 好不好 第三回合呢 第三回合 黑方上 黑方上啊 这是泰国的凤公 剩了第三回合 好了 第四回合马上就要开始 刚才接腿那个角度没有刚好 这个呢 这是一个信手巅来 就这个抱起对方腿以后顺势一推 有个发力动作 刚才我们看到刘泽东这个打得比较小 接腿之后他没有使用摔法 马上就用拳打进去反击 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刘泽东的膝盖了 但是他的膝盖抬起来以后不是击打 而是阻挡 这毕竟没有攻击力 但是你可以用防守 刘泽东刚才这个打得比较聪明 他为了保存体力 加进之后呢 没有用这个转身的打别的这种摔法 非常危险 脚底大滑了 这个呢 刘泽东刚才有些紧张 你防止对方的这种气功和走 有些犹豫 刚才这个距离应该坚决一些 坚决超整距离 这个规则规定是不准击打后脑 后脑是进气部位 对 刘泽东啊 在这个退手的过程中 哎呀 刚才怎么把腿伸出来让对方抱住 这个呢 刘泽东 这个呢 刘泽东 哎 刘泽东 又是到最后 又是到最后 因为这两个选手啊 到现在已经把他自己的这个技术啊 把他自己这个能够使用的这些招法 充分的表现出来 也可以说就这么多了 大家都拿出来了 就尽量拼了 就拼了 对 我们熟悉体育项目的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在比赛中 放挺他 不要护挺 决定比赛的因素呢 除了我们讲的技术战术和体能以外呢 还需要一种心理 心理呢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意志品质 和他呢 这种心态 良好心态的保持 对 应该说呢 这是决战决胜的一个回合 对 好 今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刘泽东呢 还是坚持这个直线的推法 嗯 嗯 哎呀 刘泽东 刚才这个鞭腿呀 非常的具有杀伤的一点 对 看到对方的破绽 哎呀 哎呀 我自己滑倒 还是比较坚决的 就脚下一滑 这个刘泽东这个腿 我觉得从前面两个队 加上他第三个中国队员 他的腿应当说是用得最好 最厉害的 他的腿法在同级别的 中国三蓝队员中 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但是我们看到宋空 太过清楚了 刚才他这个边腿进攻 应该说好像是呼呼带风 一旦被他击中部位的 应该说造成严重的伤害 也是宋空的 他的主要技术特别 这边腿的力度非常大 对 这个时候刚才也是高边腿 手法 我们看到刚才宋空使用手法 三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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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到最后 那他是防止对方的这个用手法进攻 所以呢他把腿抬起来了 那最后的时候呢他的一个正中腿回法 还是能够得分的 看分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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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随随随 这个回合的比赛呢 都直接到了 在这一场比赛里面中国选手刘泽东呢 因为从这个战术的安排和调整上呢 还是比较比较恰当的 所以让这个泰国选手宋空啊 他的特点没有能够完全都发挥出来 好 比赛结果 中方 刘泽东 刘泽东获胜 这样在前三场比赛里面 中国队现在是2比1 中国的九亿位冠军刘泽东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余子六十公斤级的比赛 泰国选手出场的是约颜 西武武章 西武武彭 约颜西武武彭 今年20岁 战绩不错 出场52次 43胜 7负2平 三次获得金腰带 这个王战利的最突出的一招 最大的特点是摔的方面威力大 这个选手呢 我记得今年的同天 我们在沈阳做女子国际的试点比赛 这个选手呢 他的技术特点呢 已经被代场到许多航家所认可 就是说很具有男子选手的这种风格 从气质上他也挺像男女手的 而且这个选手还有一个特点呢 他打的时候呢总是面带微笑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 王战利做了一个动作 站着原地未动 好像似乎是等着 你上来吧 你上来吧 后手 追打 王战利啊 得势不饶人 一气呵成 看出来呢 朝日过急 这个泰国选手 这个约莹啊 这个比较敦势 所以这个他这下边的重心 就比较好 对 所以这个呢 倒是王战利呢 所以这个 这个 不加支撑 还是算双方倒地 双方倒地 但是可以看到 这个王战利的特点出来了 这个摔啊 是他的这个一个很突出的特场 王战利还有先决的打距离 也是同时倒地 王战利现在坚决的 只要有机会 能摔就摔 不管得分不得分 对对对 先有得势 而且他能够抓住机会 连续进攻嘛 就不给对方缓戏的机会 王战利呢 他直拳用的不多 他主要用冠拳 这侧帅漂亮 登了个正招 我们看到泰方的选手 越赢了 越赢了 这个摔法是特攻的 黑方倒地 出 出 出 这两个学生是难减难分 哈哈 他的实践水法 还有全人的组合 都呢 对对方起到压制的作用 在第一回合呢 是王战利上 他的实践水法 对对方起到压制的作用 王战利上 王战利看到机会以后 一下子扑上来以后 这个想给对方 打一个这个 这个 这个回合我看到王战利打得很坚决 就是直线推法 把对方呢 这个聚集于国门之外 硬准率很高 这个起了三次脚 三次成功 然后呢 结合鞭腿 我们看他打电线了 别扑 对 不要扑 我们看到王战利 几个动作得手之后呢 又是 比较满意的露出了他的 他点睛的微笑 对 对 保持距离 摔 摔法 摔法比较同容 这个王战利我觉得啊 就是今天中国选手使用摔的比较多 但是经常被对方勾着脖子也摔倒 再倒 在王战利上 你没关系 你倒的地上还勾着我的脖子 我的就不倒 但是呢 我就注意我不要做 他支撑的动作 对 又来了 就不让 他打的还是非常拐强 但是现在这个王战利啊 不让他靠近 这是王战利的优势 他身高必长 这不最好打个赢机 对 有点超时过节 这个选手啊 看起来好像比较费动 但是呢 他从心插手啊 这种能力 确实还是不能够听自己 对 还有六秒钟 第二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结束 空动都太多啊 空动都太多啊 王战利 王战利 他从体力状况上 可能会比王战利要好一些 好 第三回合 比赛开始了 第三回合 比赛开始了 以后抓住先机 哎呀不要跟对方缠 嗯 王战利还是有点激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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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觉得 但是也促下支撑了 对头部的保护 这个贴陪啊 他 还有一点勉强了 这个教练在旁边不断的提醒他 要移动起来 对方比较急躁 他在往前突 所以打迎击也应该说 就是打一个侧角度的迎击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得分的方法 就捕住了对方 不让对方靠近 对方你吸也好 肘也好 你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这下非常危险 我看到这个接嘴摔 有点凑之过急了 后手拳 就是在这个退守的这种情况之下 还能够抓住机会进攻 对 他猛打之下 体力有了危险的下降 我们看到泰邦的教练 马上跑过来 把他自己的队员高高的拖起 送回到休息的角落 连这点都不让他走了 这点体力都不让他消耗了 我给你抬过去 我给你拖过去 漂亮 这个机子转车应该说是做得非常符合标准 第四回合作为泰国选手他一定要争取要拿分了 所以他要进攻会增加会加多 这样的话作为王战利来讲抓住机会 给对方坚决地打赢击 这可能对对方来说更不利 就是对王战利会更有利 利用对方的机道情绪 在这个时候我们讲是必须风蕊继续堕归 正好他能够发挥王战利的技术特点 就是一个赢金 后手拳 对方赢上来以后对头部的保护并不是很严密 我看到王战利打得还比较坚确 就是在游动中打防反 今天王战利的摔是频频得分 也是在身高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除了这种远距离的长打之外 他在这个摔法上也表现出来对方的震惑力 这个约营从体型来看也是胖一些 所以他这个灵活性要是跟王战利相比 他没办法比啊 刚才呢又是一个接腿的涮摔 王战利呢还是坚决的直线推法能赌对方 只有中距离啊对王战利并不有利 王战利要坚决地动 要动起来打 抖到一起呢 应该说对王战利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 主动往上靠 但是并没有占到便宜 反倒便于王战利的技术特点发挥 但是我们反观泰国的女选手军 她呢只有近身才有可能 而且才有可能的在场上的局面 对自己向有的方向来发展 好了最后一个回合 这个决产决成第五回合 那两个选手还在一起 比较友好的拥抱一下 因为赢这个选手啊 我们看到虽然他在场上局面呢 是十分不利的 但这个选手我觉得打的 一个是意志品质很顽强 还有一个呢 他出动作也非常坚决 所以我断得上 日赢这个选手确实 会坚持自己的这个打法 自己的身高 还有自己的技术特点 所以在对方这种 迎头痛击 王冲冲打之下的 还能够坚持自己的打法 我觉得这个选手啊 有很好的这种心理品质 对 而且 而且 比赛没有结束 他放弃任何一种机会 对王战利来说呢 也知道呢 这个对方这个膝盖啊 如果要用上的话 对自己呢 可能是损伤比较大 所以呢 他一旦靠近以后 马上紧贴 没办法让你发挥作语 但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王战利呢 就是不让你靠近 还是顶住 距低于国门之外 润盈呢 他就不放弃任何一点机会 就钻进来的 他也只有近身啊 他必须贴进来 必须逼上来 打赢机 中距离我们看到 王战利 他中距离的这个赢机的拳 却打得很坚硬 哎呀 哎呀 脚底也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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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个回合啊 非常 打得也是难解难分 对 这泰国的教练呢 也通往站立升级大拇指 对